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谁招惹你的 你就报复回去 伤害自己 不是让轻者痛 愁者快 指甲流畅是挺好看的 似乎趁着手指修长了许多 就是不太安全 为父给你捡了 可好 大抵是他此刻真的太过温柔 就连声音都充满蛊惑人心的意味 孟景瑶鬼使神差地点头同意了 夫君以前经常照顾孩子吗 没有 如今还是头一回照顾孩子 幸好孩子乖巧 没怎么闹腾 不然我还真照顾不来 夫君是侯业 哪能做照顾人的事 让丫鬟来做就好 既然娶了你 那定然要对你负责 跟你相互扶持的 在你不如意时 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我比你大那么多 他日我老了 缠绵病塌 夫人也会给我喂药吧 会的 那就是了 都是相互的 人都有不如意的时候 夫人 心情好些了没有 好多了 夫君挺会照顾人的 无论是谁心情不好 遇上夫君 只能心情好起来 夫人当我是闲着没事做的老好人 遇上谁的闲事都要去管 我不是你夫人的话 你还管吗 我许会的 不然小孩哭鼻子了怎么办 我才不是小孩 你比我儿子还小 怎么就不是小孩了 夫人 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说什么 说你今日都去了哪儿 做了什么事 回了一趟娘家 怎么忽然间回娘家了 管家说祖母病了 就回去看看 没想到是为了别的事 二弟通过了灵山书院的考核 孟承兴却没通过考核 我祖母他们得知 一个灵山书院的山长是忘年之交 就想让我跟你说 去找山长要个名额 但我拒绝了他们 夫君不信 我信 但夫人似乎不信我 我爱 夫人想说的时候再告诉我 夫人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清醒的聪明人 怎么能用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 若我也有错呢 若还涉及了人命呢 是你主动犯错 还是被动犯错 若我主动呢 夫君是不是要把我送进大牢 那得看情况 夫人先跟我说说此人该死还是不该死 若是该死之人 那夫人是在为民除害 大理四卿 不秉公执法 无论犯人该不该死 都自有律律处置 轮不到我来动用死刑 有时候也不是不能选择眼瞎的 就你这么个养在规格的小姑娘 还能滥杀无辜 你能有什么理由滥杀无辜 能让你下死手的 肯定是该死的恶人 涉及命案的 不妨同为夫说一说 别的事 为夫不一定能帮你 但命案我接手过不少 或许能帮上夫人的忙 被动的 那时候没有人逼我 只是错误一酿成 我才得知 但是 自己在毫无防备之中中了圈套 想补救 已经为时已晚 Sergey Turk 你 帮 埂 略 多 我